好 各位法师 各位菩萨大家早上好 神祖好 好 那我们今天 的陆法戒品善财商场的善事是谁 这一位 释迦摩尼佛的王妃啊 侍女瞿波 记得吗 翻到 354页 释迦瞿波啊 他这边是祭入法戒品里面的 祭威修行是到第十地 那第十地是智慧波罗的一个圆满 那意思就是说 他不是只有波罗的根本无分别是正德 他连菩萨的后德志 他要利益广大的众生所拒组的 他都方便善巧 还有愿力 还有什么 事无外辩才 还有这个智慧他都能够具足 能够具足 所以他这时候成就的解脱门 在354页这边 叫做 观察一切菩萨三昧海解脱门 那路到这个解脱门 我们翻到前面350页这里 这边就有刚开始他就跟这个徐波他就跟这个善才讲 他说菩萨如果能成就十把 那其实这十把是因为成就他这个解脱门 可有的 叫做能够怎么样 圆满樱陀罗 普至光明菩萨行 也就是说你路到这个观察一切众生三昧解脱海门当中 他能够圆满什么叫櫻陀罗 櫻陀罗就是第四天的网床 那象征的就是重重无尽的法杖世界 那在之前有讲《华严经》当中 你在讲《华杖世界》 我们包含的有哪种世间 哪三世间 是正觉世间 有情世间 跟气世间 所以他这个重重无尽的法界 不是只有 对于有情世间了解是重重无尽 而是三世间他都能够穷尽的 所以叫做圆满樱陀罗 普遍的智慧光明的一个菩萨的行词 他能够圆满 那这样子的一个解脱门是什么样的境界 我们再翻回来 354页这里 这边 大圣词 谢多门 境界云合 那后面这段开始就在讲 我入此解脱 知此说博世界 佛刹为成数捷 所有众生 这边在讲有情世间 的一个櫻陀罗网的一个朴智 的一个光明的一个智慧 知道众生怎么样 实此生彼作三作二 也就是所有众生的三世因果 他能够了解 乃至这个根系是什么啊 然后再来 三百五十五页这边 这边就开始讲到 乃至是什么 除了众生以外 还有什么 佛世尊他从初发心开始 他方便为了求这个菩提阿 一切智 般若智 出生一切广大的愿海 这种种的这个 广大的 要化入众生的这种神智方便 他都能够 心心念念能够了知佛的发心 跟他的一切善念 跟这种菩萨的愿行 然后你看知佛众慧 还有知申闻 有没有看到那个小字 知元觉 有看到吗 知菩萨 那这个就是友情世间 知证觉世间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翻到三百五十六页这边 第五行这边 有没有看到一个 类近未来记啊 这个开始在讲契世间的部分 也就是说佛世界 近未来记所有解海 不断的什么 世界的沉住坏空啊 他都能够了知 然后你看 娑婆世界内围成树世界 娑婆世界外十方的一切世界 乃至华葬世界海中的五量世界 他都能够知道 所以他这个就是 因陀罗网普制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他这个智慧 已经到智慧波罗密的圆满 实地菩萨 那他就是在这个三世间 都能够去 能够去包罗 能够知道众生世间的因因果果 一切的这些因缘 然后也知道菩萨历劫修行 的一个出发心 跟他的本事本愿 还有他的一个 利益众生的一个愿行 然后乃至气世间的一切 陈出外空的一个实节因缘 他都能够知道 好那这时候 善才就问他 问他说 那菩萨你正的这个法能多久 那他就跟他讲 后面有一大段都是在讲过去 这个侍女娟婆 他过去英帝的一个本事 是什么的一个发愿 那是什么愿行 那因为经文很多 我们直接翻到最后的祭送来看 会比较快 385页这边 这个最后要结束经文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前面长行文的重颂 那这边在385页的第二行这边 欲从名词解脱意 成佛神力而说颂言 他这边就开始讲他过去的本事因缘 他过去哪一个结 过去亡久远世 也就是过去无量节前 有节明清净 世界明光明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有一个王子 倒数第二行 有一个王太子 名叫善光 那这个当然他有很多的 转容王的这个形象 那怎么样呢 他进一步这个太子是出家修道的 然后这个世女徐婆的 这一个在这一世的姻缘 他是怎么样 我们翻到385页这里 他就因为这个善光太子 他出家之后 有一次他去起食 386页第三行这里有看到吗 有时因起食啊 路比王都城 行子及安详 正知心不乱 城中有居士 浩曰善名称 我时为彼女 所以在那个时候啊 这个徐婆 世女徐婆 她是一个长者 一个居士的一个女儿 那那个时候叫做静日光 使我于城中啊 遇见善光明 就是遇见这个善光太子 他出家脱婆 行起 看到他住相庄严的姻缘 怎么样 心生染拙 他爱上了修行人 就是从这个缘起开始的 这个世女徐婆他在讲 他本 他这个因地啊 本是修行的这个姻缘 就从这边开始的 然后呢 刺 刺 刺逆起始到我门口的时候 我的爱染心逐渐增加 然后解身阴落 就是把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 他都都解下来 来供养 供养这位出家人 那 也因为爱染心的关系 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供养 然后就他的果报是什么 250节 不堕 三二去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虽然就是有烦恼 可是善根很深 怎样理解嘛 所以现在我们在修行 我们要知道 那个善恶业还有敬业 它是同时存在的 我们之前 开始有跟大家讲过 有几个例子嘛 就好比 那个仁严经当中讲的这个 摩登雪女 那为什么仁严经里面 他在讲摩登雪女 有那么大的一个爱染心 对阿难尊者 因为他们过去有 五百世夫妻的姻缘 这个经典里面也有写到 那 为什么 他虽然升起一个爱染心 然后后来因为佛陀的引导 然后他 阿难那时候只有正出国 他因为佛陀的见识引导 他观 这个 五蕴升星 四念柱的一个 古常古空我不尽 的一个姻缘 他就因为这样入道 热年金讲是正的三国 那其他经典有的讲 他正的阿罗汉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烦恼心虽然有 可是我们如果要学佛修道 我们的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我们的善根的培植 这样明白吗 就是说你虽然有烦恼 可是你是不是同时在修行 所以就是 你的悟道的那一叉叉叉 就是看你的善根 献起的那个因缘 那个入道的因缘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虽然现在有烦恼 可是要不要佩服 要不要修善根 要不要发菩提心 要的喔 你看他虽然心生染拙 可是怎么样 因为这样修善根 供养出家人 善业的因缘 二百五十节 不割三二道 有没有 那你不割三二道 就有因缘可以修行啦 所以说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喔 然后这一世 过了之后怎么样 他又经过几节之后 就是我们这一个 这一卷经文当中讲的 他叫做聚足妙德 有没有 这个时候啊 他就生在一个 他妈妈叫做善献 的一个家里面 他叫做聚足妙德 这时候 他又遇到一个王太子 叫威德光 有没有 刚刚都有念嘛 然后这时候 他又因为 过去 有这样子的一个姻缘 他这辈子碰到他 这个太子出游的时候 他又怎么样 又对他一样喔 心生欢喜啊 因为可能修了好多事之后 那个可能就不叫心生染拙了 那个染拙心就退却了 那叫心生欢喜 那可是还是就是怎么样 很希望能够嫁给他 好 所以呢我们经文里面 就有看到很多 那个故事 包括他妈妈推荐他这个女儿 多亲近啊 莲花中生出来的 是敬业所成的 我刚刚祭宗里面都有念到 好 那他也就因为这样的姻缘怎么样 跟这个威德主的太子啊 共同怎么样 谨佛生日生 也就是去礼啊 去修供养鼎 还有去听受这个生日生如来的法教 好那乃是怎么样 乃是他这一节当中有六十亿的如来 他们都怎么样 一起修菩萨道 所以说这一卷经文 其实这个善知是 侍女徐伯给我们的一个启发 其实就是说我们 就是包括我们在座 大部分就是在家中 在家中 那就像是女徐伯 他因地也是有这种 爱然的喜气烦恼的 可是他不断修学善根 跟发菩提大心愿 徐伯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守护大地 守护大地 你看他这个十地 祭十地菩萨位 他守护大地有几个含义 就是除了守护 他前面初第二地 三地 四地五地 一直到第九地 还第十地的 这些登地菩萨的这些功德 跟菩提心 他还守护什么 一切的众生 一切的友情 所以说这个就是他 生生世世不断的 修善根 修菩提心 而成就的 而慢慢去成就 你看他在多少如来 多少佛前 修菩萨道 你看光那一节 就已经六十亿个如来 所以这个菩萨道 就是生生世世的事情 虽然我们还有烦恼 还有爱然 可是重点是哪里 重点 我们学怀音经 重点你要看到你生命的光明面 你能够启发 能够起到自觉 发起菩提 自立利他 去成就满足一切众生的 这个菩萨愿心上面去 来来着手修行 这样明白吗 然后你就未来有一天 有一个因缘 你就可以入到 好 好吗 好那这一餐 我们就 就简单介绍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梁魂宝灿当中 这个八愿回向这边 我们 昨天前天 跟大家讲到 上求 苟到下化众生 属于上求的这个部分 那今天我们从下化这里去讲 那我们昨天也跟大家提到 这个地上菩萨本愿经里面 之所以 众生能够得度的一个因缘 我们自家的眷主 那就是效法地上菩萨这样子 发起这个广大利他 的一个菩提心 让我们的眷主 乃至我们自己能够 获得得度的一个因缘 好 然后 利他下化院里面 他有几个重点 他说 愿成诸佛诸大菩萨 一切慎重大慈悲力 令众等所发誓愿 所生之处 随心自在 这是也是一个 对三宝 对佛菩萨慎重的一个祈求 那重点从今日引去 你看 都是这样子的 发愿回向的经文 你会看到 愿生生世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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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 如果有众生 见到我的设身的 都能够怎么样 得到解脱 好 那如果我们现在 虽然没有那个功力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 类似比你这样的一个怨行 就是要让众生看到我都能够怎么样 虽然不能解脱 可是也要生欢喜心 好 所以这个其实佛地址很重要 如果说我们学佛了 众生看到我们 都还有这种对立心 承认心 跟疑惑心 跟恼怒心 会去恼怒众生 伤害众生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要 好好的去想一下 我们问题出在哪里 好 所以这样未来才能够众生 见到我的设身的时候 才可以得到解脱啊 否则你现在众生看到我们都 生不喜欢喜心 那怎么解脱 好有没有 先语欲勾迁 后令入佛字 今天的善之士也是这样子的一个 象征的一个法义 所以这个见闻解脱啊 众生能够看到我的因缘 乃至听到我 好 我们在分享佛法 或者是说 未来有因缘 各位就发心讲法 好有这样的一个因缘 我们口出 身形 口出的 这个部分 都是能够立意众生 让众生 心生欢喜 乃至 成就佛菩提德 这个才有办法 往这个 去向 顺向解脱的这个方向 好 终等从今日去 怨生生世世 再再出处 若有众生得闻我生啊 心急安稳 灭除罪垢 你看这个也是 德陀罗尼 解脱三昧 俱足大人 辩才不断 俱登法云 法云帝 必死帝 成等正觉 奏等从今已去 怨生生世世 再再出处 一切众生得闻我名 皆惜欢喜 得未曾有 若到山脯 断除众脯 若在人天 敬朱有肉 这个就是 你随所到处啊 都能够去 除灭众生的 一个烦恼 这个苦 其实就是烦恼 其实要断苦的一个根源 就是要断烦恼 你烦恼断了 就离苦了 阿含经典里面 这样子讲 那 若在人天啊 虽然福报大 可是要知道 知道这个烦恼 习气的这个罪根啊 这个 有肉的烦恼的罪根 也是要断除的 然后再来 没有想要从众生边上去 拿取取夺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念 那是要怎样 要反过来 我们是要给众生 所以说我们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一个观照 平常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是跟人家拿的多 还是给人家的多 这个就是一个因缘啊 常常修 你给的多 众生看到你是不是就欢喜 那你给人家拿的多 众生看到你 就起烦恼 你又来了 不晓了 这次又要干嘛了 有没有 就是这样子啊 无冤心想啊 也就是跟众生能够 冤情平等觉悟啊 断三不根 离我我所信乐大法 三不根 贪生痴 乃之慢疑无毒 离我我所 这就是要离根本的那种 之前一直在讲 就是我爱死的这个部分 我就是自体爱 我所就是境界爱 好 这个都是一个 生死轮回的一个根本 好 信乐大法 那就是这个实相 菩提 佛道 等行慈悲 一切和和哦 你看我们佛弟子啊 跟众生之间 要和和 要平等 然后这样子 众生看到我们 才会生欢喜心啊 而且要多多施语 喜舍啊 慈悲喜舍 这个四五亮星要常常 喜舍众生见到我们 就会欢喜了 好 众等从今日去 愿生生世世 在在处处 于一切众生心肠平等 犹如虚空 魂欲不动 好 那又要知道一切法空啊 才有办法平等 好 这是一个重点 好 所以 如果 我相不空 众生相不空 人相不空 好 那要去修这个 平等和和 就 比较 比较困难一点 好 所以这个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不断的去 离这个我爱子 为什么没办法平等 没办法和和 还是根源 还是这个我的问题 好 因为要满足自我的一个 妄想 好 冤心一向 入生广心 学佛智慧等式终生 好 再来前面 这个是属于 立他下化的这个部分 有见闻解脱的一个愿 还有 要发愿跟众生之间 能够和和平等 然后还有一个愿 是要能够怎么样 能够要 承满这个佛菩萨 他因地菩萨型的一个圆满 那因为我们在下化众生的部分 其实是我们菩萨型的一个实践 你在经验这一个 这一个生命的一个 凶辞 愿众等 已经忏悔 发愿功德因缘 因为今天拜良皇忏 发愿 皈依三宝 忏悔业障 发菩提心 发愿回向的功德 愿四身六道 一切众生 从今日去 南至菩提 都能够怎么样 跟我们一起 能够醒菩萨道 而没有疲验 财布施 法布施 还有一个无畏施 那无畏施 一般来讲 如果开三格的话 开两格的话 病在法布施当中 能够无有穷尽 智慧方便所作不空 谁更应病 受以法要 一切见闻同德解脱 也就是 其实这个就是 还是一个方便善巧的 一个施舍 我们这个 慈悲三面水灿里面 上觉有要新七种心 有记得吗 那七种心里面的第六个 就是你修这个灿法 我们佛弟子常常要能够 念报佛恩 那念报佛恩这个慈悲三面水灿里面 他就有讲到 他说佛 他往昔过去 包括我们现在念的善知识 都是怎么样 都是在无量劫中 舍头目水脑 知劫手足 活成七子相马七真 为我们这些云云的众生怎么样 修诸苦行 此恩此德 实难仇报 事故今言 若以鼎带两间赫妇 余恒沙节 亦不能报 所以说 你说你要报佛恩要怎么报 要怎么报 好好修行 好好修行 你看他讲 他说我等预报如是恩者 当于此事 勇猛精进 汉劳人苦 不惜生命 要怎样 重点在这里 建立三宝彤彤彤大圣 广化众生同路正觉 要发这个愿 你下发众生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感念佛恩 感念三宝恩 那要怎么报答 建立三宝 弘彤大圣 弘彤大圣 然后要能够起到一切众生 自他一切众生的觉悟 广化众生同路正觉 共同发起这个菩提心 重等又愿从今日去乃至菩提行菩萨道 无诸流难 什么叫流难 在大字路人里面 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义的解释 他说流难就是摩世啊 会破坏我们波仁波罗蜜多的因缘的 也就是会什么 会让愚痴无名的 摩世现行的时候 你还有功德吗 没有了嘛 这个叫流难 行菩萨道 你能够持续 为什么佛菩萨这些善知识 都是生生世世的 有没有 多少节 多少节 这样子在清静 在修学菩萨道 发菩提心 就是因为没有流难 行菩萨道有流难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你这个般若 你般若没办法献前 法门没有办法献前 所以这个 破坏波罗蜜 波罗蜜的因缘 都是流难 也就是让我们愚痴颠倒的 因缘 法性不彰显的 因缘 所到之处 常能做大佛事 建立道场得心自在 得法自在 这些就是 以水灿的这一段 其实就是很简洁 也就是建立三宝 彤彤大生 广化众生 同路正觉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大概怎么讲到这里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在下化众生的时候 要能够愿同三宝的愿 这个明天再跟大家讲 也就是菩萨道的行持当中 我们的发愿 要能够跟三宝 跟十方诸大佛菩萨 本所修行发的大愿 要能够最好能够愿同 就是能够以致 同样能够以致 好 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明天再继续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同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八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华藏国